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邊境危機已經成為今年美國大選的關鍵議題 星期六 川普和拜登不約而同的都在喬治亞州舉行競選集會 一場圍繞著拉肯萊利的戰鬥打響 與此同時 社交媒體X的老闆伊隆·馬斯克 揭露了民主黨推動非法移民的真相 目的是為了操縱選舉 拉肯萊利是喬治亞大學22歲的護理系學生 上個月 他在校園曼堡時被一名委內瑞拉非法移民殺害 拉肯萊利的名字成為南部邊境危機的象征 然而 川普和拜登對萊利被殺害的態度卻截然不同 喬治亞州是一個關鍵搖擺州 對11月總統大選的結果至關重要 2016年 川普以50.4%的選票贏得了這個南方州 但在2020年 川普卻以0.3%的差距勢力 其中 很多人對該州的選舉誠信問題都記憶猶新 今年的喬治亞州初選將在3月12日進行 共和黨將產生59張代表票 而民主黨將產生108張代表票 星期六 川普在喬治亞州羅馬舉行集會 這是他在贏得超級星期六之後的首場集會 集會於當天下午5點進行 能夠容納4000人的場地 集滿了川普支持者 場面十分壯觀 在集會前 川普會見了拉肯萊利的家人 同學和朋友 上個月 川普已經和萊利的父母通了電話 在集會上 川普說 我們和你們一樣拜上 萊利和上帝在天堂的家 26歲的委內瑞拉公民 何塞·安東尼奧·伊巴拉 是殺害萊利的兇手 他在2022年非法進入美國 川普表示 喬拜登故意釋放伊巴拉進入美國 並表示 如果他是總統 萊利還會活著 之後 川普花了大量的時間 表達了對南部邊境的關注 他猛烈抨擊拜登的政策 並指責他在國情質問演講中 把拉肯萊利的名字搞砸了 川普說 喬拜登在我們邊境所做的事情 是危害人類和這個國家人民的罪行 他永遠不會被原諒 這是多麼巨大的遲弱 並承諾 如果贏得白宮 將進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屈辱 川普還說 拜登他把拉肯的名字記錯了 說成林肯 把拉肯和橄欖球教練名字搞混了 川普指的林肯是南加州大學橄欖球教練林肯·麥克爾來例 在談到拜登的政策時 川普說 我們是不是要瘋了 這個國家瘋了嗎? 然而 拜登對拉肯萊利的態度卻完全不同 他不僅迴避萊利的問題 而且也沒有慰問萊利的家人 在星期四的國情字晚演講當晚 喬治亞州眾議員馬喬利·泰勒·格林送了拜登一枚紐扣會章 上面印有拉肯萊利的名字 在演講過程中 格林要求拜登說出萊利的名字 結果拜登說 林肯·萊利一個無辜的年輕女子被一名非法移民殺害 此話一出 立即引起了軒然大破 拜登將鬆手說成是非法移民顯然是政治不正確 引起了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的不滿 第二天 拜登在接受MSNBC採訪時 不得不為自己使用非法二字道歉 他說 自己應該使用無證這個詞 這是移民活動人士和進步人士更喜歡的詞 在羅馬的集會上 川普對此表示憤怒 他說 伊巴拉他是一個非法外國人 他是一個非法移民 他是一個非法移民 他不應該在這個國家 也不應該在川普的政策下 這時 現場觀眾全體起立鼓掌 川普還抨擊拜登不自責 不後悔 應該為向鬆手道歉而道歉 星期六 在距離川普集會大約71里的亞特蘭大 拜登也舉行了一場競選活動 比川普提前了一個小時 大約有500人參加 拜登的目的是收集代表亞裔、黑人和拉丁裔選民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 據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報導 這三個團體承諾為拜登撥款3千萬美元 拜登迴避了邊境問題 而是攻擊川普 星期五在海湖莊園接待了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 稱川普在巴結世界各地的獨裁者是對民主的威脅 川普則嘲笑拜登說 不 不 他才是民主的威脅 並表示 我要把這個國家團結起來 在亞特蘭大的集會上 拜登的演講曾被一名清巴勒斯坦抗議者打斷 抗議者稱拜登為種族滅絕橋 在開始演講後不久 拜登就被尖叫的抗議者打斷 抗議者喊道 你要做什麼 種族滅絕橋 數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了 根據彭博新聞社和早間諮詢的最新民意調查 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 川普在喬治亞州領先拜登約6個百分點 不過 據《華爾街日報》星期五報導 中間派無標籤組織正在尋求 將喬治亞州的前共和黨副州長傑夫·鄧肯 至於所謂的團結票之上 期待影響今年的美國大選 鄧肯是一名反川普的共和黨人 他支持富爾段線地方檢察官法尼·威利斯 甚至一度被威利斯想聘請作為特別檢察官 調查川普的選舉案 但被他拒絕 後來 威利斯找到了情人奈森韋德 雖然 鄧肯本人還沒有證實消息是否屬實 但是 外界預計 如果他以第三方參選 對川普造成的損害可能比對拜登造成的損害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 星期六下午1點左右 喬治亞州中原馬喬里·泰勒·格林就進入了集會現場 比川普預定到達的時間早了4個小時 為集會的主題熱身 在羅馬的亂潭河中心 有數百人舉著標語 上面寫著說出他的名字 在下午3點半左右 格林接受了媒體採訪 指責拜登在國情自問中屠殺了萊莉的名字 他說 因為我們的一個女孩 一個可愛的美國人 一個22歲的漂亮女孩 她正在學習成為一名護士 因為她想做的就是幫助別人 她一生只想幫助別人 但她的生命被一個非法外國人奪走了 這個怪物本不應該出現在我們的國家 對於非法移民的問題 伊隆馬斯克則大膽剖析了民主黨 如何利用非法移民操縱選舉 星期五 參議院以51比45 否決了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 比爾·哈格蒂提出的一個休戰案 這個休戰案旨在阻止非法移民 被記錄國會選區和選舉團的分配中 民主黨人一直投了反對票 為此 馬斯克在X平台上回應說 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 為了選舉權的目的 美國目前的人口普查 計算了一個地區的所有人 無論其公民身份如何 她說 參院民主黨人剛剛一致投票 否決了一項休戰案 該休戰案將停止在國會席位分配 在和選舉團投票中計算非法移民 由於非法移民大多在民主黨中 眾議院和總統的選票都向左偏移了5% 這足以改變整個權力平衡 馬斯克還說 這就是為什麼 拜登政府迎來了創紀錄水平的非法移民 卻很少驅逐出境的一個主要原因 馬斯克本人是來自南非的移民 隨著邊境危機日益惡化 他最近加大了對拜登移民政策的抨擊力度 以馬斯克的影響力 他的推文在客觀上再為共和黨助選 星期五 馬斯克還駁斥了左翼媒體 關於他已經成為反移民的說法 指出他實際上支持更多的合法移民 馬斯克說 因為我提出了對大量未經審核的非法移民 湧入美國城市的擔憂 媒體經常將我描述為反移民 這位移民移民 事實遠非如此 我非常贊成為任何有才華、勤奮和嘗試的人 增加和加速成為合法移民 但合法移民到美國 卻遇到了奇怪的困難和痛苦的緩慢 而非法移民則簡單而快速 這顯然沒有意義 馬斯克再次強調 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 為了選舉權的目的 美國目前的人口普查 計算了一個地區的所有人 無論其公民身份如何 據報導 自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來 即使到去年10月 已經有1000多萬人非法進入美國 這足以改變美國的政治版圖 而要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只有川普贏得白宮之後才成為可能 3月8日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 在休斯頓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以壓倒性的優勢選出了新的領導層 標誌著 川普全面掌握RNC 為今年的大選奠定基礎 川普提名的麥克爾沃特利 成為RNC新主席 接替了辭職的羅娜·麥克丹尼爾 川普的兒協勞拉·川普成為聯合主席 川普的高級競選顧問 克里斯·拉契維塔 被任命為RNC首席運營官 負責日常運作 麥克爾·沃特利是 白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主席 他支持川普對2020年大選的質疑 並推動選舉誠信的承諾 沃特利在演講中表示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將在未來的8個月內 與川普的競選團隊密切合作 以改善共和黨的投票動員工作 並支持他們投票的神聖性 他還說 我們將在每個州不懈努力 確保投票容易、作弊困難 共和黨內有人擔心 RNC會不會為川普 支付5000多萬美元的律師費 川普的團隊承諾 不會利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來支付個人的法律費用 沃特利在聲明中也說 我們手裡的每億美元 如果不是用來贏得今年10月的選舉 那麼這一美元就不會被花掉 當天 勞拉川普接替了南卡羅來納州的 德魯麥基西克擔任RNC的聯合主席 他說 我們有一個目標 11月5號的目標是獲勝 而且正如我公公所說的大贏 勞拉舉著一張10萬美元的支票說 這是他剛剛收到的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支票 克里斯·拉吉維塔擔任首席運營官 他承諾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各個層面 實施徹底的變革和人員配置變動 以確保其作為總統競選活動的延伸無縫運行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領導長的全面換學 預計將在資金使用和分配、選民管理、推動投票地面行動 確保今年川普競選總統 資助更多的共和黨候選人進入參議院和眾議院 以及州政府的競選中發揮積極作用 在過去七年裡 共和黨在選舉中舉步違建 在McDaniel的領導下 共和黨在2018年失去了40個眾議院協位 2020年失去了國會兩院和白宮 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失去了參議院 預計的紅色浪潮也沒有出現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經歷了十年來最糟糕的籌款年 進入2024年 首投現金只有1000萬美元 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 首投現金達到了2000萬美元 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年 McDaniel於2017年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是現代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 在告別演講中 他在談到家人對他的支持時一度情緒激動 他還提醒共和黨 就像他在2022年中期選舉之前所做的那樣 調整關於墮胎的信息 並接受提前投票和郵寄投票 最後 McDaniel呼籲共和黨一致支持川普 他說 我們今天承認川普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 贏得了超過90%的共和黨代表的支持 並承認他不僅是我們的推定提名人 而且他將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 對於外界批評川普挑選家庭成員擔任黨內高層職務 其實這並不是唯一 1987年 羅納德里根總統推舉了自己的女兒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就如里根那樣 川普選擇盟友甚至家屬來管理政黨運作 可以確保政治議程得到執行 避免出現之前被共和黨建制派綁架 阻礙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運動 好,謝謝大家,我們下期節目再見